反正日期格式,最後也是VBA 裡面改完類似這樣,原來是這樣子 把它改成這樣子 不過好像多了一個日,日要把它拿掉 這截圖好像沒截好 那這個地方的話就是 在最後面 來看一下,最後這個地方 把原來的留下來 我是把原來那一段程式再複製貼過來 後面的話加上底線標準日期格式 至少你要留下紀錄 不然的話你直接改的話 舊的東西不見了,你可能要改不回去了 所以裡面的話差別就是 把這一行,我習慣是 如果我改動過的話,我會把舊的也是留下來 前面加個單引號 再這一行複製貼過來 改什麼地方,特別注意喔 因為我這個地方前面是2015 斜線,所以跟前面是一樣的 end 那個s s指的是什麼呢 s指的就是他的哪一個工作表 一定從第一個 所以這個地方假設1的話 他會把1帶過來 然後這個地方去抓到什麼 抓到他的哪一個工作表 哪一個就是裡面的那個本來他的日期 哪一個就是裡面的那個本來他的日期 那這個好像少一個東西 end中間是不是還在少個斜線 還是在end一個斜線 不然的話格上不對 ok end 所以2015斜線哪一天 就是這個是指的是月 就是這個是指的是月 斜線 end抓到的那個日期 因為他是一定是A欄裡面的那個日期 所以抓到的話應該也是正確 好,那最後做完之後的話呢 你就把它執行 上面這邊可以清除 然後再來的話就是把這個 支清過 好,各位看一下 格式 就如我們想要的 把它做上去 那最後當然還有一個什麼 要加一個日期格式 那個就是Lambro Format Local 就把它加上去 他就把格式也套用上去 那就顯示出來就是你要的格式 就不需要說你最後再動手再做不用了 一次就全部做完畢了 那再來的話 最後還有一個練習 就是說有關那個資料庫 有點像複習 如果我今天 假如說我今天合併的資料庫 假設前三個月 那我要合併的話呢 現在是合併到我們的第一季這個工作表 可是我們假設不是 我們